欢迎收看六点钟新闻,我是黄晓 本港新增54宗确诊个案 政府公布43座大厦 在两星期内 有两个无关联的单位有个案 传动要做强制检测 包括平石村三座楼 慈政村、彩云村各有两座楼 新蒲江彩宜花园11座 累计有三个单位一共四个个案 来自不同座向 曾经到过43座大厦超过两个宗的人士 要在下星期一前做检测 如果在今星期一至今日已经做了检测 会视为已经遵从公告的规定 政府会在大厦附近增设楼栋採养站 以及在社区检测中心 免费为市民做检测 彩云二村的启徽楼污水样本 持续呈阳性 情况和早前隔离封窄楼类似 为了防范未然 政府要求曾经在启徽楼的人士接受检测